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FRODO 百年翁系煞車品牌 得您信賴 耶 今天你看 我們又要來測空了 今天要來換這台 馬沙拉蒂的輪胎 四個輪胎都要換掉 深度其實還蠻深的啦 我剛剛沒注意看點粉 19的啦 反正就換掉了 反正過你安裝 比較重要 錢也沒關係 是不是 換米體了嘛 PS4還是5 PS4 我不曉得拍得出來還是拍不出來 你這樣看它不是平的耶 你摸這裡面 是跳灰的 是不是有 笑過 對啊 笑我跳灰 就是有點這樣 有點欺負它 這樣跑起來會比較吵啊 其實它輪胎也是有 你看 有走比較壞的路都稍微破掉了 對啊 其實它輪胎也算新的 可是好像還蠻多的有沒有 就這樣 對啊 扣扣扣扣扣扣 好啦換一換啦 過年卡也比較安全 這邊也有裂的啊 很貓 它這跟一般不一樣的嗎 一般是嗎 會比較接著 所以這種 這個一直 比較大裂應該也可以換 黃外線的那一款 硬位 你看下面 下面它有在推 你都沒看到 這裡 有沒有 這個是往上推上去的 你看 這邊推上來 有沒有 等一下 胎壓扇側的這樣 它這裡沒線怎麼辦 沒電就是換一組而已啊 換一組還是換電池 沒電沒有在換電池的 直接換一組 就砍在裡面的啊 就沒人在換電池的啊 一組可以用個五六年應該可以吧 之前我不知道開 我那奶WISH開了多久 可是沒壞啊 你的車是不是 現在也是裝攤電池 對啊 比較簡單來講 有些人說 換輪胎 順便再換一組啦 可是我都跟客人講說 假設你現在換輪胎了 換輕了 好上去 下一次輪胎要換了 一樣繼續用 等到有一天 它壞掉再換就好了 我實際上覺得 有些人是為了審視 就一起換 可是它還是難免有誤差 有時候我打到39 有時候顯示會比較少一點 沒有 有的只是會亮燈的那一組 對 亮燈的就是 最常做的原廠做的啦 只會亮一個燈號這樣 一個輪胎 一個金燈號 那個就是 就是要直接開去 給輪胎行檢查哪一個這樣而已 Yay 我們也搞了一天欸 從天亮我搞到 天都黑啊 這次做換了什麼 輪胎換腦的 影片也有拍 輪胎四個 都新的 全新的 油水也循了 沒什麼問題 好 雨刷水沒有就加而已 所以我常跟客人講也是一樣 最常加的雨刷水而已 一噴完加滿就好了 今天我搞了一天了 等一下就吃飯了 肚子餓了 Yay 好 拜拜 其實我覺得現在不用拍欸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教大家換馬沙拉底的電池 可是不是每家 每個人都有馬沙拉底啊 沒關係 他們想看嘛 他們想看 不是因為他自己想換 不是不是 好 是這樣 他如果想換去路邊 找一台自己換的 也是可以啦 會不會被抓走 我就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啊 為什麼要換 上次去車工檢查 他說電池的狀況已經 勉強了 勉強了 所以小師決定 他要把他換掉 其實這個不用拆啦 我想說拆開 你比較大會比較好拍 呵呵呵 有沒有 喔 喔 你看啊 它電池是用束帶的 不是束帶啦 哇 哇 放鬆 放鬆 哇 放鬆 這樣就鬆了 哇 壓著 放鬆 哇 阿Q彎就這樣 阿Q彎就要刺下去 阿Q彎這樣 嗚 嗚 嗚 好吧 好 這樣就要緊了 它是這樣束的 好厲害 好帥 這樣電池就鬆了 好了 這樣算好了嗎 好 還剩一點點 剩這個 他這個哦 這樣嘛 過來 過來 他這個哦 不要加這個 他這個很謹慎耶 你知道嗎 哇 這樣 柔軟 哇 柔軟 好 還沒你們人啊 他就縮掉了 哇 撥到柔軟了 他這個胎是免打氣的 這是防爆喔 是不是 這是免打氣胎啊 這個很像那個 之前網路不是有人講說 永遠不會爆胎的輪胎 新式的 對啊 因為彈性 這個彈性 又有彈性又不會壞 不好換 這個多重啊 應該有超過10公斤了吧 你知道嗎 這樣講我們的FIT FIT大概這樣 大概這個 比這個再大一點點這樣而已 一般如果是有些車是半顆而已 波子可能到這邊而已 這很重的這個 很重的啦 我很怕這個會斷掉 是沒有斷過啦 我怕這個 我怕這個斷掉 阿翔 又撞到 好啦 結束 結束了 其實這個車啊 浪漫嘛 車內空間很小 他就連這種 你那個旁邊的這個 置物盒啊 都超小的 因為他這個距離很長對不對 我又不想要用夾 冷氣出風火噎片的那個手機指甲 所以我就 在A柱旁邊 弄了一個無線充電的手機指甲 然後線 牽的也不怎麼樣 就從這邊這樣直接拉 好 那重點就是 每次這台車發動的瞬間啊 都可以讓我感受到這個 滿滿的熱血沸騰的感覺 每當啊我有好一陣子沒有開這台車子 或者是開前一陣子開油電車電動車有沒有 再回過頭來 放個一個禮拜兩個禮拜沒開這個車 再回過頭來當它發動的瞬間 我就會覺得非常的開心對不對 這個其實就是跟我常講的 一個讓你覺得 幸福滿意舒暢的 一個那個叫做性愛過程當中 你要滿足 視覺 聽覺 觸覺 對不對 在視覺上面 第一個 滿足你的喜好 外觀內裝 第二個 觸覺 你所摸到的每一個皮革 每一寸肌膚 都要讓你覺得非常的開心 再來 最後一個當然就是聽覺 也就是發動起來的瞬間 油門反應的瞬間 那全景天窗其實我90%的時間是全開的 其實我關起來的時間只有站不到一層的時間 只有女孩子怕曬黑的時候會被強制關閉 所以全景天窗其實對我來講是一個 蠻需要的東西 那時候我們選配保時捷的時候 全景天窗我就一直很堅持 想盡辦法 女孩子怕曬黑我想盡辦法 就是要弄到一個全景天窗 所以我覺得 一台好的車 當然你自己喜歡是很重要的 跟一個好的女孩子一樣 好不好 視覺 觸覺 聽覺 還有什麼覺 嗅覺 不知道 嗅覺 嗅覺也可以喔 對不對 嗅覺就是這個 車子裡面的皮革的 反映出來的味道 不是那個叫什麼 甲烷的味道 之類的 不是有毒物品的味道 不是塑膠味 還是怎樣 味覺 填一下 像那個 泰山野馬影片 泰山填方向 要填他 填他的車嘛 對不對 那個味覺 我是沒有那麼變態 然後再來一個 它這個 它有電熱儀 但是我從來沒有用過 好嗎 那接下來我們就出發吧 它的問題 之前回來什麼雷達叫的 慢慢一路也 讓大家陪伴著我 看著我照顧它 一路的解決了 一波大大小小的問題 然後呢 我是習慣開第一段 應該有聽到聲音的變化吧 我們聽是很明顯 我是很習慣開這個 因為這個在加速的時候 真的可以 讓你有非常的開心的感覺 讓我啦 OK 哎呀 跟一年前一樣 好不好 完全都沒有 絲毫的習慣了 或是覺得膩了的感覺 你不覺得 這就是一個愛情的味道嗎 愛情的感覺 真正的愛情 是不會隨著時間而衝淡 跟流逝的 其實呢 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很悲傷的故事 這個年過了 正好遇到這個 老闆娘也生日到了 代表什麼 一年又過了 貸款也繳完了 這個年假也開了 它這個回南部探親郊遊 然後是時候呢 跟大家做一個觀香的分享 但是呢 雖然是一個觀香的分享 引擎發動起來 開出來的瞬間 還是感覺到非常非常的開心 非常非常的愉悅 男人呢 是一個視覺聽覺的一個動物 現在一開始 我想知道你叫什麼 但是未來 我想知道你怎麼叫 類似這種感覺 所以聽覺是很重要的 像這種已經地有好 約定好的事情 我們當初約定 跟觀眾朋友也是分享 跟我的另一半 也是約定 一年過後就要把它賣掉 所以呢 在這個農曆年期間 我特別珍惜 跟它相處的日子 一路以來 用最高的規格 去照顧這台車 包含在過年前 還把還有6到7成新的輪胎 也換成全新的輪胎 還有包含 還有70% 我記得是70%左右的一個電瓶壽命 我也把它換成全新的 為了跟觀眾朋友來分享 然後呢 分享這個疊盤的價格 來臨片的價格 甚至我還花了什麼 肉油 肉油那真的超高規格 那只是稍微有油氣 我們就把它直接處理了 為了跟大家分享 這一台車 我如果用最高規格去照顧 會花多少錢 那這個最後呢 我們也會結算出一個總表 來跟大家分享 包含我保的 以示全顯一整年份 那包含這個 我可能會連 我貸款的利息 我都會把它算進來 當然喔 在這一些影片底下 有非常多的觀眾朋友 都會做一些留言 比如說你買這個車 這個什麼馬薩拉蒂是白癡才買 笨蛋才買 甚至有人說 這就是什麼克萊斯二的車 以為自己是法拉利 什麼這樣等等等等的 這一些留言喔 可是其實我想要跟大家 分享一件事情就是 千萬不要問義大利車 或法國車 或是任何其他冷門車系的車主說 那這問題不是很多 為什麼你要買這台車 我覺得有很多事情 是超出你的理解範圍的 因為並不是所有人 他的買車只是為了 省油 妥占率高 零件便宜 好照顧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個尊重 每一個人的選擇 當然你要問我說 小事你那麼 嘴巴這麼的酸對不對 你會去酸其他 每一個廠牌的車 可能幾乎很多廠牌的車 都被你酸過 你自己的這個馬薩拉蒂 你怎麼都不酸 當然我想說 認真要第十次這台車 可能你可以講出無數個缺點 坦白說是這樣 只是說有時候愛情是盲目的 就跟很多你的同學 你的朋友 老是嫌棄別人的女朋友 怎麼樣怎麼樣 當有一天 直到有一天 你看到他的女朋友的時候 不自覺噗哧的笑得出來 就類似這種感覺 所以我並不是說 這台車是毫無缺點的 而是對我來說 愛情的盲目 可以幫助我 掩蓋住這一切 視而不見 呵呵呵呵 所以包含呢 可能三不五十 給你跳出來的故障嘛 包括呢 當你在荷包失血 在保養維修 更換零件的時候 荷包失血的時候 心痛的感覺 或者是呢 它這個狹小的空間 驚人的油耗 你要認真去說 它的缺點太多太多了 但是我還是想要 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人生並不是只有省錢 跟賺錢這件事情 我們的人生 除了照顧好自己的家庭 賺錢跟省錢以外 真的不要忘了 對自己好一點 人生在世 不知道有多久 我也不知道我還有多久 但是如果有機會的話 會努力的操著自己的夢想 跟目標 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好就跟我兩年前 在335的那個影片 我自己開著車到海邊 去跟大家分享一樣 當時開到一台335 我就覺得 是一件很愉悅 很開心的事 當初的那個歡愉 不遜色於 我現在開MASA AD的感覺 但是呢 我只想跟大家分享 兩年 兩年了 我又再一次的 操 夢想跟目標 又往前跨進了一步 那我覺得辛辛苦苦 為了家庭 為了生活打拚的大家 我還是跟大家分享 在兩年後 小吃還是 莫忘初衷的 跟大家再分享一次 這車的缺點還有一個 就是其實 我覺得也不能算缺點 其實它在 Novo模式的時候啊 它的 它的避震器其實真的很像船 但是因為它的車很重 所以說呢 你會 坐起來會有一種漂浮感 所以呢 當按下 Sport的第二段的時候呢 避震器會自動下降 並且把阻尼轉成更硬的模式 那這個時候開起來呢 就非常適合 我們在高速公路或是山路 比較快速的過彎跟移動 我很喜歡這種可以調整的感覺 就如同 我很喜歡這個 鼓勵大家去裝這個叫做 排氣管的可變法門 因為這樣才可以讓你在 不會打擾到別人的情況之下 那你去把它做一個開啟 在會打擾別人的時候呢 記得把它關起來 不要因為自己的愉悅 造成別人的困擾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一個 讓你自己可以調整的一個感覺 就像這個避震器一樣 當我需要它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它的避震器阻尼增加 當我車上載著家人的時候 我希望他們坐得很舒服的時候 我就會把阻尼放軟 那這台車之後呢 就會再做一次檢查 應該就會上架販賣啦 那價錢的部分呢 我不知道你們看到影片應該還沒上架 那這個價錢的部分我可能再研究一下 我的花費跟目前市場的航行狀況 會在官網上架 就最後一次跟它做溫存 道別啦 這個車有一個我覺得 最讓我感覺到為難的就是它的體積 真的很難找停車位 而且就算你到了一些賣場 百貨公司的停車位停下去 你可能會有七成的機會 只有一側能下車而已 就是會跟周遭距離超近 可能只能選一邊先下車 然後另外一邊再下來 其實在停車上面我覺得 的確它是有帶給我困擾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我也遇過這個很多機械的停車位啊 即使它的長寬高 你是可以進去的 但是重量超過 我也遇過重量超過 他說我們這機械停車位 你這大小可以 但是有沒有超過兩噸 超過兩噸我們就不行 超過兩噸 而且你知道一件事情嗎 TICON有沒有 比它還重 而且啊其實TICON的車場車寬 跟這台車差不多 只有車高是低的 所以我在想TICON也沒有多好停 所以這台車我覺得 我認真回想 給我帶來最大最大的困擾 是停車 那再來第二個可能就是油耗了吧 這一年的實測下來 它整個 因為我有八成的時間 都是開Sport的狀態 因為我認為我開這個車 我就是想要聽它的回油的聲音 馬沙拉蒂獨特的 經過調音的排氣管的聲音 白天的時間我大部分呢 Sport都是開車的 所以大概我覺得體積問題 就是我覺得最大 再來就是油耗 一公升呢 大概我剛剛講了 我大部分時間把房門打開 它的油耗一公升大概在6公里 不過你說油錢還好 因為我這一年開1萬多 其實開1萬多公里 除以6公里 這樣我油錢花多少 我看應該不少 再來怎麼傷感 我們希望下一個人 接手的人 可以把我這一份喜悅 傳遞給下一位接手的人 那我相信 如果你是接手這台車的下一個人 你也會非常的幸福美滿 愉悅 前提是你要跟我一樣 雙眼有蒙蔽啊 不然哪一天又給你跳一個什麼燈 呵呵呵呵 欸這不無可能耶 意大利的浪漫就是這樣 好不好 不要去質疑買精品的人 說你為什麼要買LV 你那個10萬的LV 跟我這個399夜市買的包包 裝的東西一樣多 好不好 千萬不要質疑 呵呵呵 我只會質疑說為什麼我買不起而已 其實就那麼簡單 就跟我看現在 其他人開更棒的車一樣 那我覺得 大家好好加油 朝自己的夢想賣進 Furodo 百年歐系煞車品牌 得您信賴 好啦 那最後 帶大家來 再詳細的看一次這台車子喔 欸 當初 一年前 聖誕節的時候嘛 對不對 到現在貸款繳完了 其實所有的 這一年來所有的費用 都會做一個統計 那這樣的花費啊 就會列一個表格來跟大家分享 來 帶大家來看一下 輪胎啊 在這個過年之前 我想說剩下大概七成 六成七成 那我也想說 都要過年了 過年後也要賣掉了 與其呢 賣掉之後再換給下一個人爽 不如我就爽一個過年 所以也幫下一任車主換好了 那當然他的後面的大電瓶 我們也做一個更換 那大概 那時候量出來 太常人跟我說剩70%左右吧 趁著過年前就也把它換成全新的 好不好 我已經盡量用一個最高規格 來照顧這台車子了 那當然這台車 我有很多 喜歡他的地方 那尤其是他這個 引擎一發起來的瞬間 那第二個 當然是我覺得是這個 他的內裝的部分 所有的這個 皮革的顏色啊 質感啊 我都覺得他是一個 比較像是一個精品 對我來說 再加上當然這個 OG的方向盤 功不可沒 他真的為這台車 帶來了 戰鬥感的加分效果 還有 加上這個無框玻璃 也是我很喜歡的 那最後這個玻璃的聲音啊 其實 是因為我太少開窗戶了 之後呢 多開幾次 一直開 一直開 常開之後 他就沒聲音了 好不好 所以義大利的浪漫是這樣子的 他不怕你用 只怕你不用 這個也是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當然這個後座的空間呢 我覺得 比我想像中的小 說實在話 那因為我家庭成員的關係 所以其實後座在的次數真的也不多 以這台車外表這個體積啊 來判斷起來 其實他的空間真的算是偏小 而且不只後座空間小 前座空間其實對 我跟我老婆來說也是偏小 因為我們兩個用熱咖哀嘛 所以這個椅子上面 前座副座的空間 他就沒有像德國車來的 可以退的這麼後面 所以前座副座的空間其實也不大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你看 後座其實大部分時間就是丟著我跟老闆娘的衣服 還有這個 有汪汪味道的被子 好 所以這台車其實 其實在這一年來 剛好他就是在我們家小狗 最後的這一年的時間 很頻繁的帶他進出醫院 但最後送他去火化不是這台車 我是開另外一台車去的 好不好 所以其實蠻捨不得的啦 其實很有紀念意義的一台車子 一年的時光 一年的回憶 沒想到 這麼快就過了 然後這一年來呢 小吃汽車 包括我自己很多的事情 好的不好的 就在這一年的回憶當中 全部都在這個車上 所以其實在過年期間 因為我們開這台車 下去台中嘛 那在跟老婆聊天當中啊 其實他也覺得 有點捨不得 雖然當初我們講好 測試一年就把他賣掉 新車也定了 想縮也沒辦法 所以其實 正因為就是最後這時間 真的他帶著小狗去固定 因為小狗到最後 平凡的需要回醫院去檢查 因為他是那個腎臟的問題 所以他其實幾乎每個禮拜 都一定要去醫院 這台車真的也幫助我們 完成很多我們必須要做的事情 好不好 那最後當然 我覺得他的後車廂也是蠻小的喔 而且因為板子的關係 跟他這個斜度的關係 其實能帶的東西 高度也不高 那也很慶幸喔 馬沙拉D標配的 這一年內呢 都沒有機會打棒球 雖然我跟這個方常友教練 很常在聯絡 其實我們也沒什麼機會 出去打棒球 本來想說 帶在車上有機會 跟他去練習一下打擊啊 船接球等等 那這一年沒有機會用到 但是既然是標準配備 我們就把它放在標準的位置 繼續放著 好啦 黑人的標誌 開在這車上 總結一句話就是 你問我這一年開這台車有沒有後悔過 其實完完全全一次都沒有 這個我必須要老實講 當初在買進來的時候 就說這其實是 我自己的夢想清單之一啦 這個車子是有它存在的意義 那這一年的確也給我很多的回憶 那這一年當中呢 不管我花了多少錢 是為了拍影片也好 為了觀眾也好 為了自己爽也好 但是我一次都沒有後悔過 好不好 那這個 一年的紀錄影片 就在這邊跟大家做一個觀香分享 也請多多分享 關注我們的影片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讓我繼續把我的回憶記錄下來 分享給大家 然後給大家做借鏡也好 參考也好 下次見 掰掰 有時候我覺得就是一個圓夢 從小時候這樣玩遙控汽車 到慢慢長大 這樣看汽車雜誌 甚至傻到真的來做 中古車這個職業有沒有 那其實就是對車都有一個憧憬 有一個夢想 當開著一台 自己很喜歡的車子的時候 那種心中的那種 踏實滿足的感覺 你每天這樣辛辛苦苦 為了家庭 為了 不管為了誰啦 你出門早出晚 你會去工作 工作累的鑰匙 辛苦的鑰匙 那賺了一些錢 然後有沒有 兩腳一直 啊嘎啊 我去啦 我去啦 我就去了有沒有 那 你到底 為自己做了多少的事情 啊 我去做了多少的網路 那就是我去打算 我去打算 然後把最後的路 那就是這台 我去打算 我把我們招真 我去打算 我去打算 我們有同心 我們沒 COLUSB 應該是很輕鬆就下來了,對不對? 這樣邊開 邊哀 邊開邊哀 我覺得它會進入佳境 好像有聲音 延遲一點 對對對 對 剩一點點了 有沒有,變成 本來是大概5秒 現在是1秒1 半秒了 沒了耶 哈哈哈哈 我心裡好嗎? 沒了耶 對啊 來喔 我修好了,你看 真的耶 剛上來 再來 真的沒了啦 不要騙你的啦 好啦 一輪回去了 到關火了 多開心 在休息一等 在休息一等 我們夠了嗎?